今天我们读今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九到十八节 各位可以自己一起读 那我把这个经文放出来 我来读给大家 或是各位也可以一起跟着我一起读 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九到十八节第九节开始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清净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灵火热 常常服侍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横切 圣徒缺乏 要帮补 恶要一味的款待 十四节 那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受主 与其热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道要辅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好 今天我们 逐日的主题的信息就是 Stop 停止 这是我们 两个礼拜前 就是去年底开始的一系列的讲道 是用这个 克牧师他所写的叫做 Divide Direction Divide Direction 中文也有翻译出来 就是神圣的决定 神圣的引导 他提出了七点 七个重要的决定 会影响你的人生 上次我主题的内容是 Start S-T-A-R-T 就是开始 在新的一年 你需要开始什么事情呢 寻求神 给你一个新的开始 我看见今年 一些弟兄姊妹 有开始加入我们的读经群 以至于可以每天开始领修祷告 有弟兄姊妹 开始加入我们的 线上祷告会 有弟兄姊妹 开始参加我们的主日学 有许多的开始 我们也希望 上帝来带领我们 这许多的开始 有一个新的突破 跟更新 那今天的内容 就是第二个 Decision 叫Start 停止 那在新的一年 我需要停止做什么呢 我想在北美 我们都常常看见 有这个Star Site 这可能在中国 在台湾都没有 这样子的交通标志 当我们去考驾照的时候 特别教学 看见Star Site 要暂停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再启动 特别你在 经过这个学校 特别下课的时间 或是这个 看见这个校车 这个黄色的校车 当它开过 然后它停下来 它这个驾驶的旁边 也有一个Stop Site 电动Stop Site 打开来 打开来 那你左右 前后的车子 也都要停止 另外一个就是 Do not enter 这个Sign 让我记忆犹新 我第一次去考驾照 那时候刚来美国 来读神学院 还是学生 同学没有载我去考驾照 刚开始 比词很快通过了 我100分 录考 前面开的也都是很顺利 眼看的就 要回到这个 这个驾训班了 回到这个 这个建立所 然后那个主考官就告诉我说 你停在旁边的停车场 就是到了 所以他告诉我要右转 我就马上右转 但是却没有发现 这个停车场是有进跟出的 那我开进去才发现 这边有一个 Do not enter 不可以进入 也就是我走错的方向 所以我就fail了 所以我就没有考过 之后又再考了几次 每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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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永远记得 这个 这个 如果 如果你进入这个 或是 就是相反的方向 你就不只是这个一个 驾照没有考上的问题 而是你就会跟对面的车来相撞 你就会跟迎面而来的车 因为你走入了错的方向 跟对面的来车相撞 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 也有许多 stop sign 你需要停下来 也有许多是 Do not enter 如果你进去了 如果你不停下来 那可能就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 如果你在各位的圣经软体里面输入 Do not 就是不样 不可 就会发现有 有许多许多的经文 跑出来 比如说在十节 从第六节开始 就不可 不可杀人 不可接营 不可偷盗 不可 作假见证 不可贪恋 别人东西 不可贪恋 等等 不可 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许多经文 叫你不要忧虑 不要恐惧 不要疑惑 那其实在圣经 最开始的 创世纪一开始 神就对亚当 夏娃说 不要怎么样 不可什么 神对亚当说 这圆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唯有这个分别上个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所以一开始你发现这个世界 上帝做了一个规范 什么事情是可以的 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发现神给人很大的自由 在圆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 唯独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当然我以前也解释过了 这个分别善恶 不是只是叫我们分辨而已 而是希伯来文讲的是审判 当人拒绝了 神告诉他不可以 后来我们看见 夏娃亚当吃了这个审判 善恶的果子 就是以自己来取代神的时候 这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所谓的苦难 罪恶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所以在我们的新的一年开始 那我也列出了一些经文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 第十二章 第九节到十八节 那这边也有许多的不可 不要 然后也相反的告诉我们 应该做什么 首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就是刚才我们领会的弟兄 在我们读的 提到了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 献上自己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活的 但是却献上我们的主权 我们的意志 愿意来顺服神的带领 那接下来 保罗就提醒罗马的弟兄 兄妹妹 第一点 就是不要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罗马是当时的 这个西方世界的一个 政治文化的中心 世界 世界的人 世界的权柄 我们刚开始 台湾刚结束的大选 美国也要大选 这个世界有许多事情发生 可是这边用了一个被动式 do not be confirmed to this world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用不同的方式 不断的想要影响你 这个confirm 就好像捏黏土一样 你看小朋友玩黏土 我们也可能玩过 这个你手什么捏 它就变成什么样的样子 这个世界也尝试 想要塑造你 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用这个世界的标准 来影响你 然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标准 是不同于圣经的 刚才什么标准 圣洁的标准 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计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世界有许多的事情 是神所不喜悦的 但是透过政治 透过甚至法律 透过这个大法官的公布之后 就变得合法了 但是不符合神的心意 比如说最近几年 这个大麻要合法化 一些州已经合法了 把这个大麻这个毒品 当作是一个休闲的 娱乐的一种工具 当然还有更多 这个世界想要塑造你 想要改变你 想要把你像捏黏土一样 变成像他的样式 罗马这个地方更是如此 这个当时在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 保罗就提醒弟兄姊妹 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 do not be confirmed 那怎么办呢 如果不被这个世界塑造 我要被什么塑造呢 but to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your mind 但是你需要心意 被更新而变化 这是第二个被动式 同样的 如果我们不想要被这个世界 所改造改变 那你要被什么所改变呢 待会也会提到了 在罗马书第八章 提到的圣灵 生命圣灵 可以来改变我们的内心 只要我们愿意 OK 所以我们有一个主动愿意 天悲的心 以至于我们的内心 被圣灵 透过神的话语 来更新 来改造 以至于我们成为 新造的人 像上个礼拜 我提到的所谓脱下 跟穿上 对吧 脱下这个旧人 穿上这个新人 我们就改变了 你脱下这个旧衣服 穿上这个新衣服 你就被 看起来成为一个 新造的人 不只是外在的 更是你的内心 被更新而变化 那今天早上 我们九点十分 也有线上的主日学 我们很仔细的 详细的 来研读圣经 一章 每一章 每一节 那整个过程当中 圣灵就可以 透过神的话语 来改变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 被改变 使我们的心意 被更新而变化 对 那怎么知道 这个是圣灵 所说的话 还是这个是 这个世界 对你所说的话呢 他们也提到 你需要查验 你需要查验 什么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好的 What is good 神的旨意是 就是神的旨意 是神所喜悦的 你所做的事情 是否是神所喜悦的 神的旨意是perfect 是完全的 是完美的 我们看见神的律法 从旧约到新约 从十戒 到耶稣归纳 成为两条 大诫命 就是爱神 与爱人如己 所以 在新的一年 你有什么事情 需要停止下来 因为这个事情 不符合神的心意 不好 Not good Not perfect Not acceptable 不是神所喜悦的 我讲我们都可以 自我省察 到最后我们今天 讲到最后 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的 祷告 我们要查验 神的心意 在新的一年 什么事情 我们需要停下来 不要再继续做了 因为这样的做法 是不讨神所喜悦的 下面又在提到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的吩咐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问题 就是高举自己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选举 每一个候选人都觉得 我自己是最好的 每一个党派 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你会发现 世人都在高举自己 从亚当夏娃也是一样 高举自己高过于神 以至于犯罪 所以 如何不被这个世界 所塑造 我们不要看自己过高 而是叫着神 分给我们的信息大小 去做神要我们 所做的事情 这当然就是一个 谦卑的功课 谦卑的工作 求主帮助我们 第一点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好 第二点 提到了 与人的关系呢 你们提到了 不可假冒为善 第九节 爱人不可虚假 要有这个弟兄之爱 爱人可以虚假吗 当然可以 我们看在虚情假意 有很多人被欺骗 在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被欺骗 你发现人的爱 非常的脆弱 特别你要有一个 忠心的爱 忠诚的爱 持久的爱 那这边也提醒了 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 当然在你家庭生活 也是如此 你是否因着信靠主 内心被改变之后 你开始可以 很真诚的去爱人 爱你身边的人 你的父母 你的配偶 你的儿女 教会的弟兄姊妹 不是表现给别人看 我想没有人喜欢 被欺骗 也没有人喜欢虚假的爱 如果你现在来到教会 大家好像表面上 彼此关怀 彼此招呼 可是大会提到了 我们其实 当中许多说 是更多的自私 或是冷漠 所以保罗就鼓励 在罗马的 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刚信主 你们要有这个弟兄之爱 什么叫弟兄之爱 那美国有个城市 菲勒多菲 就是 就希腊文的弟兄之爱 这个弟兄之爱 就是所谓 同财之爱 brotherhood 我们也有弟兄会 有姐妹会 这样的同财之爱 是一个平等的 是一个爱人如己 看到别人 现在看到自己一样 这也是耶稣所提到的 这虽然还没有做到 所谓的 agape 欺财的爱 但是我们先学习 能够用平等之爱 能够弟兄之爱 弟兄姐妹之间 没有高低区分 其实在今天下午 我们讲到 进行会 我们也特别强调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我们当中 不是这种 所谓的 权柄高低的关系 来到教会 弟兄姊妹 就是平等的 在神面前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爱人不可虚假 新的一年 什么不可呢 给各位的勉励 给我自己的勉励 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 法利赛人 耶稣责备他们 就是假冒为善 你会发现耶稣 对许多人都很温柔 充满了慈悲怜悯 甚至 这个三次不认 主的以德 耶稣都充满了慈悲怜悯 但是唯有 对这些假冒为善的 法利赛人 宗教领袖 耶稣的指责 责备 是非常的严厉的 所以你会发现 神痛恨虚假 我们知道神就是 真理 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对吧 所以在神的眼中 谁最痛恨的 就是虚假 我想人与人的关系 也是一样 你不希望被你 所爱的人所欺骗 你的配偶 你的兄弟姐妹 所欺骗 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能用真诚的爱 来爱你身旁的人 甚至你不喜欢的人 得罪你的人 待会会提到了 来爱他 那怎么做呢 他讲到阴晴和懒惰 要心里火热 我想到我们当中 有许多弟兄姊妹 工作很辛苦 有时候 这个需要去打扫房子 殷勤 需要整理 这边提到了 就是我们一个那样的态度 你爱人是需要殷勤的 不是冷漠的 不是只顾自己的 要心里火热 所以这边提到的 就是你要彼此款待 你请我 我也请你 你接待我 我也接待你 你帮助我 我也帮助你 这是所谓教会 美好的一个生活 为什么大家来到教会 觉得说 这个地方跟世界不同 在世界我们要彼此竞争 要彼此比较 在这个世界 要常常要高举自己 要把别人踩在脚下 是吧 在教会正好相反 我们可以彼此相爱 我们可以有同理心 我们可以考虑到 别人的软弱 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着想 我们也彼此款待 我觉得有一年 前两年 也就是像今天这种天气 就是 今天还没有下雪 那时候就下雪了 连续几天 然后然后这个雪 就把电线 压断了 所以好几个社区 是没有电的 那有的社区有电 有的社区没有电 那没有电就很惨 在这种零度以下 没有电 你不能够 没有暖气 没办法洗澡 没有办法煮饭 那什么都不能 家里又冷了要死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弟兄姐妹 就到不同的家庭里面去住 弟兄姐妹就开放家庭 那弟兄姐妹去他们家避难 有水 有电 有热水 可以吃饭 我觉得是非常的美好 我不知道今天下午 或明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 如果又下大雪 求神帮助我们 特别在这个末后 有许多 邪恶的事情发生 以至于众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那求神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 我们更是殷勤的 怎么样 以此款待 来爱身旁的人 你的邻居 甚至不可爱的人 好 那 接下来 有些就更难的挑战 怎么样 不可咒诅 可以要祝福 你会发现这个 到世人的 习惯跟标准 有人得罪我 我可能就是咒诅他 我就可能仇恨他 但是圣经的教导 正好相反 我们也看见 耶稣的榜样 耶稣在石架上 为那些钉死他的 逼迫他的人来祷告 愿意饶恕他们 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看见 为什么基督教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正是因为我们 到这世界 反方向的方向去行 这还是真正的 一个革命 我们去咒诅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反而祝福他们 你们讲 不要志气高大 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好 这不是讲志气高大不高大 志气高大很好 对吧 要有远见 不是 这个 就讲到不要骄傲 不要自大 像刚才小说的 不要看自己 过意所当看的 不要骄傲自大 但是却要 associate with the lowly 中文这边也翻译的不好 说辅救卑微的人 那么讲的 associate with the lowly 就是与他们在一起 认同 跟他们在一起 卑微的人 虽然各位在世界上工作 的确在公司里面 在各样的一个工作场合 是有职位的高低 区分 但是你是否 对那些收入不如你的 学历不如你的 职位不如你的 社会地位不如你的 你愿意 和他们在一起 associate with the lowly lowly 你看见耶稣一开始出来 呼召 呼召谁啊 呼召这些渔夫们 这些没有知识的小民 你看耶稣出来 医病赶鬼 那些瞎眼的 瘸腿的 那些乞丐 耶稣是主动 亲近他们 长大麻风的 耶稣去拥抱他们 触摸他们 这是真正的社会革命 改变社会的革命 不是靠着军事 不是靠着政治 也不是靠着经济 而是靠着神的爱 以至于神的爱就彰显 在这些 好像我们身旁 这些卑微的人身上 那这些人就因此 遇见了神 然后这边提到 不要以恶报恶 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提到了 这个报仇 可能西方东方也都是一样 谁得罪了我 哪一个国家得罪了我 我就要报仇 你看我们的这个武侠小说 中国的武侠小说里面 总是在报仇 杀父之仇 杀了我的 我的师父 福地要去报仇 这些都是世界的价值观 你发现 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到了他自己的榜样 不以恶报恶 去祝福 那些 投敌 得罪我们 那各位我们读到这么多 我觉得说 这实在太难了 我做不到 这个道德太崇高了 是吧 你们基督教的信仰 教了这个内容 那第三点 我要跟各位分享 也是在罗马书 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 就已经先向他的读者说明了 还在第十二章告诉他们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说到 我也知道 保罗也知道 虽然他信主了 可是在他里面 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还是有这个老我 还是有这个肉体 即使你信耶稣了 即使你悔改了 即使你接受敬礼了 即使你加入教会了 做了同工 你发现我们 我们的这个老我 这个肉体还在那里 常常在我们里面有征战 对吧 就是你里面有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是要顺服神 一个声音是要顺服你自己的老我 你自己的肉体 那怎么办呢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内心有两个声音 各位去详细读罗马书第七章 就是保罗他自己内在的挣扎 我想你我也是一样 内在有许多挣扎 我要如何顺服神 如何来克制我肉体的 这些邪情私欲 这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 然而 到了第七章二十五节 哇 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五节 保罗就说 感谢神 怎么样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所以 罗马书第七章 讲到最后是一个欢呼 感谢神 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脱离了烟 脱离了酒 脱离了情欲 脱离了各样的试探 脱离了我们心里的软弱 脱离了忧愁忧虑 愁烦 脱离了疑惑 脱离了 脱离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 这些不好的 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 然后呢 八章二节 因为赐 生命 圣灵的律 在 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了 罪和死的律 这边用个律 这是law 这个律 不只是外在的律法 而是写在你内心里面的律法 旧约跟新约的差别就是 旧约的实践 写在石板上 新约 耶稣的 大诫命 这两条大诫命 整合了 归纳了 旧约的实践 是写在我们的内心 写在我们内心 这个律 写在我们内心 然后这个圣灵 这个赐生命的圣灵 这个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 也就是神的灵 要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能力 赐给我们内在的动机 能够释放我们 是在耶稣基督里释放我们 让我们能够脱离 罪的捆绑 脱离死亡的瑕疵 所以如何能做到刚才以上所说的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禁止的 Do not enter Stop 不要再做的 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 靠着圣灵 在大能 透过我们每天的灵修 祷告 透过每周的敬拜 透过我们的门徒训练 透过弟兄姊妹 彼此的关怀鼓励 圣灵在我们内心做工 将神的律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所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依靠生命圣灵的感动 能力 以至于我们在新的一年 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活 有一个新的生命 好所以读到刚才最后 我们没有读21节 就不可为恶所胜 反而要以善胜恶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 所以我们讲到最后 在新的一年 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 效法耶稣基督 所说的所做的 在马赖福音第11章28到30节 也是我们很常读的经文 这边说到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 就是耶稣这里来 耶稣 那个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学 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 到了耶稣的样式去行的时候 我们脱下了许多的重担 这个重担不只是工作上的重担 而是许多的劳苦 愁烦 当你忧虑 当你恐惧 当你怀疑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没办法得享安息 是吧 可是当我们照着耶稣所说的 所做的去行 耶稣所说的 所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好好读圣经吧 看新约圣经里面描述 耶稣说什么 做什么 负我的恶 就是背负耶稣 像耶稣一样 常常我们承担太多 承担我们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要的太多 可是能的 达成的太少 我们应当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现在很流行所谓减法 不是加法 也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 什么事情我们要减少 什么事情我们要停止 不去做 以至于我们背负的 不再是像以往那样子的重担 而是学习耶稣的样式 而耶稣的恶是容易的 但只是轻省的 好 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来祷告回应 两个礼拜前提到了 今天我们自己 就是过去这一连串 这是几十年来 你所有的大小的决定 所造成的 所以梅根提到你的生命 故事 今天的我 今天的你 就是昨日 或是之前 几十年的决定 所带来的结果 那在新的2024年 你要如何来做决定呢 你要开始什么 还是你要停止什么 你所想要的人生 也许我没办法改变过去 但是面对未来 你想要得到怎样的人生 回应今天主题 今年 神要我停止什么事情 停止怎样的思想 是不讨神喜悦的 停止怎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 神要我 停止下来 Do not enter Because it's the wrong way 这是错误的 不讨神喜悦的 而且对你的人生带来损害 求神帮助我们 在新年做正确的决定 以至于我们能成为 一个新造的人 享受神 赐给我们的祝福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所 倚靠跟随的对象 主啊 然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常常许多时候 有许多软弱 我们心里想要顺服神 可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 主啊 正如保罗的见证 那靠着 耶稣基督 就能够胜过罪和死亡 依靠生命 圣灵的律 我们就得以释放 所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 如果过去一年 我们有许多 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 当然提到了许多 包括这个 假冒为善 包括这个 效法这个世界 包括这个冷漠 包括仇恨 包括懒惰 等等等等 最多 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求神帮我们 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 能够停止下来 以至于我们 能够将自己献上 是圣洁的 当作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以上我们将祷告 奉开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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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